我們今天做的有還蠻多的 中小企業的也有啊 災房的也有啊 那個糧食安全的也有啊 都有還有婦女經濟的 前駐非大使徐沛永 曾在2017APEC會議大談 要強化女性經濟參與 但現在被爆出涉嫌性騷 有網友在PTT發文指控 這名被害人 2022年進入台駐菲律賓代表處 是個熱愛台灣的飛籍女孩 也曾在臉書慶祝雙十國慶 但成為徐大使秘書 卻遭到不當肢體接觸 多次檢舉還實成大海 質疑遭到長官搶牙齒案 外交部於今年4月間 獲之駐菲律賓前大使 疑似性騷擾事件 認為事關重大 以立即依相關規定 採取處置措施 將他解除大使職務 調回國內 本案正進行調查中 徐沛永駐非約4年10個月 外交部表示4月獲之已解職 但4月底在馬尼拉 為何還席開30桌接受歡送 外交部表示 因為當地僑戒不知他回國原因 徐沛永返台後 則調非主管職 而眼見徐沛永返國還涉驗 受害者6月3號在臉書寫下 除了創傷沒有任何語言 可以形容這段記憶 沒想到會在今天這麼早 哭著醒來 會讓受害者如此難過 因為相關時間序 外交部明明4月掌握 卻6月才被動公佈 未來變成國際性的醜聞 我們都沒有辦法承擔得起 尤其是外交單位 信騷風暴燒進外交部 公務員疑似涉嫌信騷 政府態度應展現出來 TVBS新聞的文學年宣 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